南韩首尔地铁月台 身穿蓝色外套的男子 慢慢靠近一旁 已经醉到低头熟睡的旅客旁 下一秒可以看到他 把手伸向喝醉旅客 不到一分钟偷走对方手机 行窃过程全被监视器录了下来 一个月后警察上门 不过这名男子其实是贯切 同样手法得手超过八次 最后一次犯案 距离出狱还不到50天 地铁贯切难防 不过更令南韩警方头痛的 还有这件事 车站月台厕所偷拍层出不穷 还没报道2020年一整年 非法偷拍案件约5168件 短短两年内爆增到超过7000件 偷拍歪封舰长连带相关性骚扰案件 跟着增加 当局统计近5年来 车站内近5000起性骚扰案件中 超过3000起是非法偷拍 尽管警方已加强巡逻 但依旧防不胜防 科技进步滥用难防 尤其通白影片被po上网 对被害人而言更是恶毒伤害 南韩警方积极查弃 网路上的不发影片 斩断非法偷拍 恶性循环 TVBS新闻会宣布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